讓我一人這個 英雄夢 好了 那一定要看 對啊 我們也需要 我願意不要錢了啦 我不要能力 我只要愛錢 那我這個角色是我從來沒有演過 所以會蠻看到 不一樣的素艷美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謝謝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大美 一個咖啡廳的老闆娘 然後呢 我什麼都不會 我只會注重一些肉欲上的一些 就是要細節的事情 對 嗨 大家好 我是楊明威 那我在戲裡面飾演的是秉人 他是一個非常有想法的年輕人 然後他的職業是一個文青導演 那為什麼說他很有想法呢 因為他沒有錢 他只有夢想 他的唯一的夢想就是想要 拍一部很屌的電影 那第二個夢想就是 好好跟他媽媽要一筆錢 喔 兩位堅持的夢想都很可愛喔 很有趣 好 請在你的演出 那接下來還有公子一樣的珍傳 大家好 我是邵偉 她是我老婆 大家好 我是小黎 她是我老公 是 所以 兩位在戲裡面飾演的角色 就是夫妻有什麼特別堅持的事嗎 像剛剛後面的 特別堅持嗎 對 他們前面都有一些 各自堅持的一些事情 我們堅持同床但 異夢 謝謝 因為我的角色志文 他裡面是一個 就是老公最大老公 好棒棒的這樣的一個 有點甜甜的女生 所以只要老公說什麼 我就完全相信他 然後百分之百的愛他 然後因為又是幼稚園的老師 所以非常的單純 常常會做出一些 有點荒謬的事情 但是在他眼中 應該都是很可愛的吧 我大概在戲裡這個角色 大概也只能吸引這樣的女生 什麼意思 因為我也不懂我為什麼會接這個角色 什麼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 反差很大的角色 我要跟大家強調他不是本色演出 但是他就是有點 蛤 你們不是嗎 我看你們都是拿出專本性 對 反正我們每一個人的角色 其實跟我們個性上 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這是蠻值得期待的一部戲 可是你在獅禮隊網 我是一個暖男 這裡有人也是假的 假的假的 超賽 你柏晨說你比較容易滿足吧 很容易就是感受到我的溫度 是是是 好可愛喔 期待兩位的演出 現在一看你們這樣打型罵俏 就覺得好可愛 很好玩的光明 OK 讓我們再掌聲歡迎我們 下一組你們的角色 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劉品妍演員 我在戲中演的角色是佳晨 請大家一定要仔細收看 因為我有非常脫序的演出 謝謝 哇 感覺畫中有畫 哈囉大家好 我是Darren邱凱瑋 我在劇中飾演一個算命師 要回去騙媽媽的錢 對 沒有啦我在劇中飾演的是 蘇普中是家中的老大 那在 在老婆的淫威下呢 是一個貪生怕死的小老公 對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 好好的去欣賞 我們這部戲 對 都有截然不同的演出這樣 太可愛了 謝謝 謝謝 拍戲過程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這個戲 帥的帥沒的美 我是說你 那個 那個 他是文化吉 就是我其實裡頭的兒子都非常的帥氣 然後媳婦都非常的美麗 然後其實大家都很漂亮 情侶都一樣很正這樣子 然後殊不知每個人的心都沒有太好 因為兒子太鏘 然後媳婦很天 然後都想要從我這裡騙錢 最有情有欲的其實是這兩位 但是沒有血緣關係 所以我們其實在裡頭就是很多的 掙扎跟糾結跟很有趣的部分出現 那輝哥是不是也跟我們大家來聊一聊 董事長 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還有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莫春拓哉 這一次我們台日戲劇大合作 美音集戲 那個 因為製作人跟導演找我 其實我這幾年我不太想拍戲 但是他們說 你來演一個農夫 我說農夫啊 所以我也想替台灣的農產品 農業多做一點貢獻 然後 就是我說夏克花入民 做了10年到2011年我就離開了 為什麼 因為每年都報金鐘 然後有入圍都不會得獎 結果我一離開之後 每一年都得獎 那我希望這一齣戲 這一齣戲 就是一定要得獎 好不好 大家都得獎 好 那我們也請兩位可愛的演員 來跟我們聊一聊 一聊一聊 還有收尾 各位長官 大家好 我是趙書尾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 我們這部戲來講的是一個 餅店的故事 那我在裡面飾演的是 這個餅店裡面 一直堅持到底的一個師父 但是我跟婆婆是 一點血緣關係都沒有 對對對 然後 在拍之前也去學了一些 作品的一些功課 所以很期待到時候播出的時候 然後把這個台灣這個餅的這個 文化啊 告訴很多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 不知道這個東西 對 到時候希望大家能好好期待 好 那沛佳 各位長官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航佩佳 那我在戲裡面飾演的角色是 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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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老公其實在戲的一開始 就 就往生了 所以她是一個 有點憂鬱的小寡婦 但是 因緣際會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跟這家人扯傷關係 就是不想要跟他們有關係 卻又一直 孽緣啊 只能說是孽緣 跟他們又牽扯在一起 就會一起發生了一些 很 很糾結 更是又很有趣的故事 對 哇 太精采了 其實每一些 角色 這一段可以花多久 一個半小時 這一段的部分 大概就是十分鐘 一個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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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休息 先吃個午飯 應該 我覺得如果 十分鐘太久 大家差不多的話 應該就可以了 好 那大家現在這樣子 努力的畫一畫 欸 心靈姐是已經好了嗎 沒有 還沒還沒 所以 我這邊其實 有整理一些問題 演員們現在可以 在畫畫的當下 還回答我的問題嗎 可以 好 那心靈姐 我想來問問妳 妳在這支出戲當中 聽說 角色很豐富 妳還要cosplay 然後又要 要跳國標舞這樣 想問說 有沒有覺得導演在整妳 有 我覺得自從我跟導演說過 我們兩個去動物園之後 我覺得再熱也不過這樣子之後 導演就繼續的 讓我朝更熱的方向前進 因為夏天拍戲真的好熱好熱 我每天去動物園 我沒有騙妳 我拍完那場之後 我的內衣上面的那個 濕整到現在還沒好 我每天回家衣服都是濕的 然後想說不能再熱 但之後又有一天 我們又遇到更熱的一天 就是我們在戶外這樣 之後老師 導演還會那個 拍一些關於七蛋方面的東西 導演老師這樣 這麼跳動七蛋耶 對 然後或者是 可能就是叫我半前娘貴妃之類的 然後拿兩個碗工 然後 然後 在胸前 告訴大家 其實那個 我們 媽媽小朋友在滿月的時候 會做一個 昂姨的拼 就是那個昂姨的拼的紅點 代表媽媽的乳房 然後希望媽媽 妳自己公公老 所以就是扮著一個古裝 然後穿著低胸 然後兩個碗工在前面 我覺得 我覺得個人很像那個 空虛公子的旁邊的四個丫鬟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到底還可以再多拿 我發現導演其實很會突發奇想 因為他其實 打算把所有片 那參與片的人都 一起弄到片子 比方說我們製作人也上場了 他演一個 跟著小鮮肉四分的老闆娘 哇 天啊 然後小鮮肉是我們的蹦嗓 這樣子 反正就是 所有的人一定要來一下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拍這個戲很有趣 其實真的每天都像是演作這樣 哇 這樣真的太好了 好 但也想要溫溫看輝格喔 因為輝格有特別提到說 應該戲裡面的角色是農夫嗎 那這一次和仙玲姐對戲 有什麼樣特別的感覺呢 我們一直都是被設定成螢幕情侶啊 所以我們就很有默契啊 很有默契 很習慣 怎樣 怎樣 不能跟 你想怎樣 然後我覺得 剛剛那個心靈講說 為什麼我們一直保持很熱的狀態 因為我覺得我們導演太有才了 他可以大白天遮黑布拍夜戲 所以我們都在一個 好像一個 很大的黑色塑膠袋裡面拍 這是真的 對 鄧導有這樣厲害地上 我要講的是說 我覺得真的要學習導演這種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否則的話就 拍戲常常花很多時間 等你等到我心痛這樣 真的 但是跟鄧導可以放心 因為他都是非常速度很快的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也來問問看佩佳喔 佩佳你畫好了嗎 對不對 那你覺得你心中的婆婆 理想的婆婆應該是什麼樣子 就絕對不是心靈心靈 對 不要啊 虛部中的虛部也不是你這種啊 對啦 我就代賽啦 對 我們就是有一點心結的婆媳 但是後來會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我們應該就會漸漸的 對 應該會有一個圓滿的解憶 圓滿的解憶 好 期待了 還有演員大家還在畫對不對 好 那再來問問舒伟哥好了 你剛剛說到說 劇中是高炳師傅嘛 對 那平常你會做甜點啊 或是什麼樣烹飪 就是給女朋友或家人吃嗎 平常會煮啊 但是不是甜食 不是甜食 所以我知道要可以學甜食 我還滿開心 哇 那你又多了一項才藝 做台式的那種 哦 哇 那之後又會有更多更多 會一樣的蛋糕啊 會有希望 好 期待了 好 那我們演員們大家是不是都 差不多 他們在看左手邊 各位演員的左手邊 嘿 好 那各位演員我們再看一下右手邊 嘿 我的婆婆那裡太可愛 對 好 看有沒有哪邊需要活畫面 對 好 演員出來一點點 好 演員出來一點點 我是在他們兩中間的樣子嗎 來來來來來 好 在這邊是誰 好 在這邊是誰 來 中間是誰咯 來 中間是誰咯 來 右邊來咯 來 右邊來咯 哇 今天所有的演員們拿著這個柚子呢 就是象徵一家人幸福團圓美滿的樣子了 好 還有沒有哪邊需要活畫面 OK 好的 婆婆 好 那一架可愛 全體的一個人祝福大家 中秋節快樂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左邊 可愛的表情 可愛可愛可愛 好 那我們看一下右邊 好 我們中間再來補一下畫面 好 還有沒有哪邊要補都OK嗎 好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邀請到我們公網集團的大家講囉 好 董事長 來跟我們